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之前先打广告 11月18号、19号,这两天,周六周日两天 咱们去北京伊特园和孔庙国子舰 我努力让大家觉得不白来,这一趟不白来 行了,那多的不说了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捧场 先谢谢各位了 那今天呢,咱言归正传 聊一个非常非常世俗的话题 对于广大男性用户来说 那你们平时肯定是生活中啊 少不了发现美、欣赏美的眼睛 如果是一个身材凹凸有致的妙龄少女 从身边经过 不出意外,你得多看两眼吧 如果这姑娘好家伙得穿一丝袜 黑丝再完美不过了,是不是 的确,丝袜这个东西呢 它是自带性感加成 让这个腿啊,看起来光滑动人 而且还多了一点魅惑啊 你这个贴身防风沙 隔热防寒 所以这一举多得呀 那么中世纪早期呢 这袜子就发展成了今天啊 类似今天那种连裤的袜子 那么到16世纪初 这袜子又逐渐是分成了上下两部分 上半部分就是要固定在那个大腿上啊 一直到这膝盖 然后那它就是今天这内裤的前身 那下半部分呢 就是变成了类似于今天那种长头袜子 那一开始呢 它是用这个手工编织的方法来编这袜子 那因为它这个 丝袜它紧身嘛 是吧 而且是显示出男性的这种肌肉线条 而且方便骑马 射击这些户外运动 在这个气候寒冷的时候 贴身的丝袜还有利于保暖 所以就是又实用又好看 唯一的问题呀 就是这种袜子需要手工制造 对手工匠人要求特别高 有时候不是说你花多少钱的问题 是根本就没人能指 没人会指的问题 后来到了1589年 英国人呢 发明了这个手工针织机 从而就改变了说 袜子要用手工制造的历史 通过这个针织机 可以对棉羊毛针织进行编织 有了量产的可能之后 丝袜就立刻得到了贵族们的青睐 首先吃螃蟹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那这老哥呢 一直对自己的打扮特别用心 有了路易十四的带动 丝袜立刻是风靡了整个欧洲 而且成了贵妇的装饰品 哪怕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 就贵族们都被杀光了 那么新晋的贵族也没法抵御这丝袜的诱惑 这拿破仑时期 他的那个那个时期的那种公平时尚啊 就包括丝袜 因为咱今天看啊 你今天看那时候那些画作啊 拿破仑翻学阿尔卫斯山 拿破仑加冕 就这些画里边主角啊 都是穿丝袜的 后来2011年的时候 法国奥塞纳拍卖行 他就在这个巴黎郊外那风担白路啊 举行了一个两天的拍卖会 最后这个在这场拍卖会上 压轴之宝是啥呢 就是拿破仑穿过的一条丝袜 一开始起拍是一万五千欧 后来是以三万多欧元成交啊 堪称是史上最贵啊 那咱今天啊 刚才提到了 说这丝袜呢 他成了妇女的装饰品 随着时间推移 那妇女确实是对他越来越依赖 倒不是说光贵的好看 而是说在欧洲人 他的传统理念当中 妇女穿裙子 这才是守妇道的标准 当然这裙子不是像今天那种超短裙 露大腿 不是的 因而在这套着装当中 这长霸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那像1932年的时候 好莱坞一个女明星 叫做马利安·狄特瑞 她就是在巴黎街头走 然后被法国警察给背了啊 拘留 这罪名也非常奇葩 因为她穿着裤子 人们就是穿裤子 那时候行为不雅嘛 你得穿裙子呀 后来是二战之后了 就到五十年代 西方社会才默认说 允许女性穿裤子 而且这个法国就是从法律上啊 废除说女性不许穿裤子 这条法律 那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之后的事了 那穿裙子 那穿裙子就得有丝袜 传统这个丝袜呀 是真丝羊毛 这成本呢 确实不是这工薪阶层所能接受的 于是 这美国的杜邦公司 就发明了一种叫做尼龙的新材料 丝袜是尼龙投入工业使用的首批制品之一 当时啊 杜邦玩的一手饥饿营销 他就高调炒作 说这袜子是由碳有水有空气做成的 然后上市之后 马上就得到了女同志的热捧 1940年第一批限量卖了四千双袜子 几个小时之内就全卖没了 除了他轻便 除了他舒适之外 最重要的是便宜啊 40年的时候啊 美国这个人均的月工资是一百多美元 那一双丝袜呢 只卖不到两美元 这普通百姓也能这个轻松负担的起来 那毫无疑问 他物昧价廉 不过好景不长 尼龙丝袜刚活起来的时候啊 就赶上了美国二战 对日本宣战 当时这个日本呢 是掌握着东南亚啊 私制品的运输路线 也就是这个私制品的主要出口国啊 那很多军用物资 像什么绳索啊 像降落伞这些东西 你必须得用私制品啊 所以他就需要替代材料 那杜邦呢 就抓住机会 把尼龙往上推上位 那么很快这尼龙就被军队拿来征用啊 去生产别的物资 那这样一来 市场上原来丝袜的数量 他就他就下降了 所以这飙升了 一双难求 原来说两百元不到 那到这个战争时期 黑市上能卖二十美元一双 那民众呢 很显然是无法担负这样的价格 在这样极端的情况 就催生了两个产业 一个是补袜子啊 毕竟是你除了某些 岛国成人影视艺术作品 没有人会喜欢穿着一条破的丝袜上街 对吧 那么美国政府呢 在1941年开始实行尼龙管制 纽约街头就出现了 就是专门提供什么修补丝袜 这个公司啊 这是裁缝啊 因为这东西 它本来就容易坏啊 那修补过后 它就更容易坏了 所以这那时候这市面上还买不到新袜子 所以这大姑娘小媳妇啊 上街就只能穿那种补丁落补丁的 那等到说补也补无可补 无处可补的时候 有人就灵机一动 就开始往自己腿上画线 就模仿迷龙那个接缝画线 后来呢 又有人把技术升级 就是用这个和这丝袜颜色相仿的一些颜料 一些涂料去涂满整个小腿 就乍一看就跟真这个说穿袜子了啊 差不多 后来呢 又有专门生产液体丝袜的厂商 这专门就是给这个女士的腿部啊 往他们身上上色啊 往他们身上去画 然后这个画这种接缝的那些什么化妆师啊 也成了风靡一时的职业 美国大街小巷就开满了提供相关服务的商店 就跟今天美容院一样爆满 如果那个时候啊 要是说有美妆博主的话 那么大概是都要说去转型啊 去教人怎么去画丝袜了啊 到了1944年啊 那时候战争形势已经很明朗了 美国生产力也得以高速运行了 那么对于美军的士兵来说 弄几双袜子不是什么大问题 此时这欧洲啊 要么是战火纷飞 要么是被战火烧成一片废墟 在一穷二白的欧洲人面前 美国士兵太阔了 他们平时是有吃不完 而且瞧不上的罐头 什么烟巧克力可乐 丝袜 这些在欧洲全是能流通的硬通货 多少什么庄家汉出身的那种大头兵 靠几双丝袜 就能把一个欧洲姑娘给娶回家 那么到上世纪50年代末 丝袜呢 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升级 出现了莱卡这种弹性极佳的面料 让这丝袜变得更加合身合体 而且还修行啊 到了60年代啊 迷你裙流行了 那么丝袜和这种越来越短的裙子 就共同组成了一个时代的时尚符号 你像那个马列联盟录 他能成为一代人的女神 除了那个长得好看之外 这丝袜这裙子也是必不可少的衬托呀 更经典的是那个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莫尼卡贝鲁奇 他的短裙丝袜 也是让男性无法拒绝的理由 丝袜这东西呢 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的产物 它能够大规模的流行 也归功于工业的发达 从而降低了生产的成本 那么我呀 通常会说啊 会说这个 因为我生活在工业时代啊 从而我去偷着乐 其实真是这样 就是正是因为我们没有闭关锁国 我们融入了全球化的市场 所以我们的生活才会有这么多的便利 至少可以随时欣赏到丝袜 对那些鼓吹着我们要这个 继续闭关锁国 我们要关上国门啊 我们自己有一套 完成什么生产力的那些傻逼们 你们就琢磨去吧 如果是真的关了国门的话 丝袜用不了多长时间 你肯定看不着 那么好了 关于这个丝袜的历史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